是你杀了你演员 是你杀了你演员 五岁出道跑龙套 七岁出演加油儿女火遍全国 却被宋丹丹老师好心劝退 如今凭借一部戏黄遍全国 从曾经的无人问津到如今 电影片酬五百万 历史剧片酬五千万 几经波折的人生成就于她的努力打磨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就是杨子 怀着满腔热血进摄影棚 靠着童心入行 在被还出格格罢瓶的年代 所有90后的童年偶像 外乎是赵薇和林心如 92年出生的燕子也不意外 因为太过热爱这部戏 太过喜欢赵薇 杨子爸爸决定每周带着杨子 去少年宫学表演 偶然一次机会被导演相中 通知杨子去试戏 作为新手的演员 那时候她还只有五岁 不出所料也理所当然的 出演了一次群演 不起眼且不怎么重要 但只是这么一丝龙套 也让五岁的小杨子 兴奋不已 大方天的凌晨就在剧组排队 感觉你偶像更进一步 和大部分明星一样 杨子也是先从跑龙套做起 那么混熟了剧组 才有了点收画的小辉诀尝试 因为有了扎实的基础 之后才在众多童年态童中 托弥出获得了加油儿女的下雪一决 当时剧组命向全国征集语言 导演找了很多人试镜 都不太理想 这让有一定演艺基础的杨子 获得了机会 这也成为了她人生的一个小巅峰 2005年 电视剧加油儿女横空出世 剧终扮演高中生下雪的杨子 第一次进入观众世界 人们见到她都会喊下雪 大街小巷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巅峰即低谷 下雪成就了杨子 让她成为了家喻不晓的年星 同时也成为了杨子的标签 标签感太强 撕不下来 以至于她没办法再接到 其他任性的戏 大家都认识杨子 但是名声更响亮的是下雪 她被局限在了这个角色里 在加油儿女之后 她能拍的都是些孩童角色 或者是披着下雪名头的广告片 已经高中即将生大雪的杨子 变得自卑又敏感 过了一段很压抑的青少年时光 我说服自己去演了很多烂戏 但是我没有办法 那是没有选择 这种情绪一直到了我 上大学差不多 作为半个妈妈的宋丹丹老师 给杨子的意见也是另谋出路 认为她不适合当恋人 你长成这样 妈妈劝你一句 还是别眼吧 娱乐圈愚人共杂 出名的你演员 要颜值有颜值 要身材有身材 脱白貌美 大长腿 她杨子凭什么再毁变呢 27岁的杨子 已经拍了19年的戏 是很多新进演员的老前辈 却只能在戏中混到个配角或者客串 这种情况持续了长达10年的时间 从被选择到选择作品 杨子靠着实力翻盘 默默无闻地坚持了许久 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 欢乐送的邱盈盈 因为过去的日子里 杨子的人设和下雪捆绑在了一起 傻白天 大家的影响中 这个角色对于杨子 已经是信手拈来 随便演一下就演出那个味了 但是和大家的想法相反 杨子很煎熬 对于演员来说 这根本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 如同工厂里的机器加工 不断地重复做同一件事 完全无法体现个人价值 杨子没有拒绝这个带有偏见的角色 她想通过这个角色 来改变观众对自己的印象 她开始给邱盈盈设计动作 演绎不一样的台词武器 也是出她该有的黑暗风格 我让我看错魏总了 原来魏总跟那个白渣男一样 都是垃圾活色 故事不复有心人 在电视剧播出之后 观众看到了一位全新的杨子 她用实力拍出了角色的效果 所以开始的愚蠢无知引起重怒 全民在骂 到后来自主创业 大家又看到了邱盈盈 乐观向上的一面 开始反观自己 能用角色调动起观众的情绪 把角色演活 这无疑是很成功的 凭借着欢乐颂 杨子获得白玉兰最佳女配角奖 和金银奖 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奖 奖下来的实质名归 同时也重新走进观众视线 再回一遍 跟进其后的香蜜成神静如霜 在播出之后 拿下全国同时段 收视率第一 网络播放量破115亿 直力打破宋丹丹老师的预言 从前是宋丹丹老师带着演戏 现在她的孩子们成才了 可以带着宋丹丹老师演戏了 杨子的戏录越来越广 她成为了流量担当 很多人都只知道 童星出身的杨子 不知道她低谷时期的落寞 没有老天爷赏饭吃的脸蛋 也没有经历体质的运气 一步一步都是曾经种下的结果 她不凭外貌 不凭背景 听见自己的功底 逆袭了自己的人生 这也是我喜欢她的理由 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很卑微 不要觉得自己很渺小 不要觉得自己很平凡 不是 大家都很伟大 因为那世界上 没有第二个人跟你一样 我们去看 我们去看 我们去看